97式中型坦克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装备的最成功的一种坦克 该坦克于1937年设计定型并开始装备部队 它名为中型坦克 实际上战斗权重只有15吨 只相当于别国的轻型坦克 97式坦克的总生产量为1500辆 这种坦克广泛用于日本侵华战争 东南亚战争和太平洋岛屿的争夺战中 却因经常出现故障 被解放军战士调侃为老头坦克 本机就来为您揭秘这款二战日军最著名的坦克 97式中型坦克 97式坦克全长为5.516米 承载人数为4人 宽度为2.34米 高度为2.38米 战斗权重为15000千克 武器装备为一门47毫米主炮 三挺7.7毫米机枪 最大行驶速度为38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210公里 97式中型坦克为一台功率为125千瓦的12缸风冷柴油机 位于车体后部 车辆最大速度38公里每小时 主动轮在前 动力需通过很长的传动轴 才能传到车体前部的变速箱和变速器 车体每侧有6个中等直径的副重轮 第一和第六副重轮为独立的螺旋弹簧悬挂 第二到第五副重轮 每两个为一组要用平衡悬挂 车体和炮塔均为钢制装甲 采用锚接结构 最大厚度25毫米 总的来说 97式坦克算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装备的比较成功的一种坦克了 日本在这以前有一种89式坦克 到了30年代中期 89式坦克的火力和机动性 已经明显落后于当时世界坦克的发展潮流 为此 日军参谋总部和工程部 决定在1936年发展一种新式坦克 时值77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 日军在清华战争中 急需大量战车投入战斗 于是便采用了三菱重工的样车 齐哈 日军后来将其定名为97式中型战车 97式齐哈中型坦克 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装备的中型坦克 日本定名为97式中型战车 97是日本天皇纪年2597年的后两位数字 齐哈是日本假名的汉语音译 该坦克由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于1937年制成 1938年开始装备 一直服役到1945年 一共装备了1500多辆 其中三菱重工业公司生产了1224辆 日立的归有工厂和夏摩工厂生产了300多辆 和89式坦克一样 虽然名为中型坦克 但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7型坦克 不过各国的军事专家们仍然称它为中型坦克 为了战争的需要 日本人又对这种坦克进行了多次改进 其中有1式中型坦克 3式中型坦克 以及4式和5式 97式中型坦克广泛用于日本侵华战争 东南亚战争和太平洋岛屿的争夺战中 97式坦克服役时间为1939年到1945年期间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 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都广泛地使用了97式 97改中型坦克 1939年7月 在中盟边境哈拉哈河战役中 有4辆97式坦克首次参加战斗 该坦克是当时战场上出现的最大的坦克 在清华战争中 装备这种坦克的日军部队 主要是1942年12月编程的坦克第三师 该师曾于1944年到1945年 延续攻占南昌 辖县 林如 洛宁 南阳 西辖等地 特别是在1944年5月25日攻陷洛阳时 日军第六坦克旅的97式中型坦克群 在掩护攻兵和步兵突破城墙 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战役 防守洛阳的国民党军15军64、65师 和14军97师的部队死伤非常惨重 共计死亡为4386人 被俘6230人 然而 日军在该战役中 却仅仅死亡了80人 受伤人数也仅仅只有281人 两方死伤人数的对比差距如此之大 可见97式坦克在当时战场上的威力不容小觑 97式改中型坦克在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场中 运用更为广泛 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战略进攻阶段 日军在入侵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 以及攻占菲律宾时 都使用了97式中型坦克 1943年5月 太平洋战区进入盟军战略反攻阶段 为应付归局 日军将在中国东北编程的装甲兵部队陆续调往太平洋驻岛加强防御 在塞班岛、莱特岛、旅宋岛、硫磺岛、冲绳岛、冲绳岛的激烈争夺战中 都使用了97式改中型坦克 其中一式中型坦克也有少量参战 由于盟军兵力兵器处于绝对优势 导致了装备数百辆97式中型坦克的日本关东军 精华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四和二十四坦克团 全部在太平洋海岛上被歼灭 1944年6月15日至7月6日的塞班岛战役中 由驻辽宁东宁调来的关东军 第九坦克团均被盟军装备的八足卡反坦克火箭筒击毁 6月22日只剩下两辆97式坦克可以战斗 战役结束时 全团515人只有20人回到日本本土 1975年8月 两辆完好的97式中型坦克被运回日本 一辆保存在富士山下的少年战车学校里 另一辆保存在东京晋国神社 成了日本右翼势力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祭祀品之一 在1945年8月的远东战役中 日本关东军装备有97式改和一式中型坦克的第一 第九坦克旅 在苏军强大的攻势下仓促应战不战自溃 储备在四平公主岭等地的大量97式中型坦克 成了苏军的战力品 驻守在日本北面北千岛的第十一坦克团的 19辆97式改中型坦克 20辆一式中型坦克和25辆95式轻型坦克 于8月18日与苏军特三四坦克群展开激战 最终被全歼灭 日军入侵中国时 97式坦克被广泛应用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在南京大屠杀 排尔庄会战 武汉会战中到处都留下了97坦克罪恶的身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靠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了惊人的进攻速度 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日军坦克部队宣称取得了破竹禁机的战果 但是后来随着预战预裂 美军的M3和M4坦克也迅速投入到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 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压制 日军和97坦克根本不是对手 其火力和防护力都明显不足 于是日本军方对97坦克进行紧急改进 并研制新型坦克 包括一型、二型、三型、四型和五型五种型号的坦克 但为时已晚 这些坦克有的生产出少量 有的只造出样车 有的还停留在图纸上 还没等研发出来 日本就战败投降了 战后美军调查团在见到四型坦克样车时惊讶地说 若是日本能大量制造这种坦克 太平洋战争中坦克战的历史怕是要被改写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 有300多辆97式坦克成了中国军队的战利品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辆坦克就是缴获的97式坦克 1945年12月1日 正是凭借这辆坦克成立了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支坦克部队 东北坦克大队 由于这辆坦克是由几辆坦克拆拼而成 经常出现故障 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风趣地称它为老头坦克 虽然老头坦克一身毛病 但在人民军队手里 他也立下了赫赫战功 97式坦克先后参加了隋分和剿匪 三下江南 攻锦州 打天津等战斗 获得了攻城号坦克的荣誉称号 1949年国庆大典时 该坦克作为解放军坦克方阵的首车 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 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您还了解哪些武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